男孩无意间发现 自家的女保姆居然站着上厕所 这一幕对她的冲击力太大 她被这个变态保姆吓得落荒而逃 急忙找到姐姐想要报警 保姆却追了过来试图解释这一切 然而她开口说话的那一瞬间 姐弟俩惊呆了 因为面前这个不男不女的人说话的声音 跟他们的父亲一模一样 保姆只好承认自己是他们爸爸 还让孩子们帮忙保守住秘密 千万别让他们的母亲知道 因为不久前她跟妻子离婚输了抚养权 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回到孩子们身边 丹尼尔其实一直很爱自己的孩子 她会陪孩子玩给他们策划惊喜 然而也就这是这场生日聚会 让他们一家人彻底分开 在儿子生日这天丹尼尔瞒着妻子 策划一场巨大的派对 还特意租了儿子最欢喜的动物 来家里陪她一起过 孩子们和她的朋友们玩得不亦乐乎 可下班回到家的妻子看到这一幕气炸 因为此时的家里已经乱得一团糟 丹尼尔表示派对结束后 她保证一定会把家里收拾得一干二净 妻子却不愿再相信她的谎言 曾经无数次她都是这样保证的 可每次都是她来收拾 长时间的委屈让她提出了离婚 直到此刻丹尼尔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之后俩人为了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闹到了法庭上 如今妻子有工作和稳定的收入 无疑她是最佳监护人 而因为完心中一直没有稳定工作的丹尼尔 每周只有一天探望孩子的时间 丹尼尔说从孩子出生到现在 她没有一天不陪伴他们的 她舍不得离开孩子们 法官也酌情考虑 提出只要她在三个月内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就可以跟妻子共同抚养孩子 无奈之下丹尼尔只能从家里搬走 和孩子们告别后 她通过同事的介绍来到了另一家电视台工作 不过不再是配音员 而是后勤处的一名胶片搬运工 丹尼尔好不容易熬到了周日 她把三个孩子借来家里一起共进晚餐 虽然房间里杂乱不堪 虽然他们吃的是外卖 但孩子们都很开心 尽管丹尼尔不是一个好丈夫 可他的确是一个好爸爸 他们珍惜着来之不易相聚时刻 这时妻子却突然提前过来了 他说他下午还要去给孩子们找个保姆 要提前接孩子们回去 原本恼火的丹尼尔突然内心窃喜 他借口要看看招聘启事 偷偷改掉了上面的联系方式 他要趁这个机会装成保姆 然后回到家里和孩子们在一起 接着他凭借着自己的配音才能 伪装成各种奇葩打电话给妻子去应聘保姆一职 妻子听到这些奇奇怪怪的人 毫不犹豫挂断了电话 而丹尼尔恶搞了这么多以后 知道妻子的耐心快没了 于是他把自己包装成一个经验十足的保姆 有了前面那些人的对比 妻子觉得看到了希望之光 当即跟丹尼尔约好周末面聊 丹尼尔高兴极了 为了更好的伪装好保姆这个身份 他找到了他那个化妆师表弟 用专业的手段把他打造成一个完美的保姆 他穿上紧身丝袜 换上淑女的裙装 戴上大矿眼镜 变身成一个老太太 去到前妻家当保姆 丹尼尔伪装弟非常成功 再加上他是个配音演员 可以伪造出温柔的女生 如此一来前妻对他没有一丝怀疑 而且十分满意 接下来就是三个孩子 丹尼尔凭借着对他们的了解 不过简单几句话就赢得孩子们的欢心 就这样丹尼尔重新回到这个家里 以保姆的身份继续和孩子们亲近 白天他还是电视台的后勤搬运工 干完活以后迫不及待找个公共厕所 变身成保姆的样子回到家里 照顾放学回家的三个孩子 可看着孩子们一回家就看电视 没有一个人去写作业 于是他一把夺走遥控器扔进鱼缸 告诉他们如果不写作业的话 就只能跟着他一起打扫卫生 孩子们觉得他有些奇怪 可却莫名对他的话有种顺从感 为了不写作业 孩子们甚至主动打扫卫生 丹尼尔十分欣慰 悠然自得地躺在沙发上看起了报纸 还时不时喝上一口茶 而孩子们干了一回家务发现这太累了 还不如去写作业 丹尼尔当即答应了 随后他去到厨房开始准备今晚的晚餐 可他结婚那么多年一直都是妻子做饭 离婚后的他也是点外卖 如今要他做出一桌饭才太难了 丹尼尔照着食谱一步步现学 却发现做饭没有那么简单 一通尝试下来他什么都没做好 好不容易把一锅汤煮好 在凑过去尝味道的时候 不小心把衣服烧着了 丹尼尔吓得不知所措 好在他及时拿起两个锅盖 才终于把火扑捏 眼看着厨房被弄得一团糟 而前妻马上就要回来了 丹尼尔为了不穿帮当即点了外卖 然后再拿出了一百盘 等到前妻下班回来 孩子们也写完了作业 正从楼上下来准备吃饭 他们惊讶地看着丹尼尔准备的烛光晚餐 对他表示了感谢 丹尼尔也算正式被他们接纳 他仿佛看见未来美好生活在向他招手 美好的心情在坐车回家时戛然而止 丹尼尔保姆的造型被司机爷爷看上 对着他不停说情话还想跟他谈簧婚恋 丹尼尔忍下心中恶寒对着他假笑一下 回到家后他开始练习厨艺 为了继续维持保姆的身份 以后他可不能像今天这样给外卖 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后 他的厨艺终于开始有模有样 解决了这个烦恼 他干起活来心情都很愉悦 他也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们 甚至会带着他们去外面玩 这种感觉十分美妙 就像他从未离开过这个家一样 直到这天晚上 他看见有一个男人送前妻回家 俩人举止十分亲密 这让丹尼尔有了危机感 就在这周周末丹尼尔来上班的时候 居然发现那个男人也来了家里 他一气之下掰断了他的车标 进屋以后假装不知道一样 说这个东西是他捡来的 然后又对着他阴阳怪气了一番 但他还没有解气 找着机会开始跟前妻说他的坏话 说他这种开豪车的男人花心的人 而且他才离婚多久 怎么就开始找第二春了 前妻却觉得他管得太宽了 丹尼尔突然意识到 自己现在只是一个保姆 次日他回到电视台工作的时候 看到了台里一个老旧的节目 在表演着无聊且老套的儿童节目 丹尼尔不禁跟旁边的人吐槽了两句 还提了一些建议 却不知旁边的老头是台长 对他提出的建议表示认可 本想拉着他继续聊 但丹尼尔被叫走了 次日丹尼尔回去做保姆 前妻因为昨天的事特意找他谈心 然后说起了曾经他们那段失败的婚姻 结婚前他每天都很开心 可结婚后一切都变了 因为他不仅要照顾三个孩子 还要照顾没长大的丹尼尔 他曾试图跟他沟通解决这些问题 可每次他都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一次两次都这样 攒够失望的他彻底心累了才提出了离婚 丹尼尔此刻才知道自己忽略他那么多委屈 他根本没做好一个丈夫的责任 他失魂落魄地回去电视台工作 看到台上那个无人的儿童节目 他走上前跟那些网友说话 像平常跟孩子们玩耍一样 在台上唱着他的独角戏 这一幕也正好被路过的台长看见 他觉得丹尼尔的表现太棒了 如果他来做这个节目一定能大会 因此台长邀请他周末一起去吃饭 好好商定一下这个事 好巧不巧前妻也邀请他周末 一起参加情敌的生日宴会 丹尼尔不想让他们独处 嘴比脑子快地答应了 因此他陷入了两难的局面 一边是事业一边是家庭 好在约定的地方都在同一家餐厅 丹尼尔把易容的东西一起带去 照顾好前妻和孩子们落座后 他立马找借口离开 然后去厕所光速变装 把假胸假肚子还有人皮面具全摘下来 变成他原本的样子 去到台长那桌跟他们聊工作 可很快他就发现那个情敌来了 跟前妻和孩子们聊得很愉快 丹尼尔偷听到他辣椒过敏的事 于是偷偷溜到厨房 在情敌那份餐室上放了很多辣椒 得意忘形的他结果回到了台长那桌 眼看着自己的身份要被戳穿 他集中生之说这是他特意为新节目准备的装扮 台长觉得这主意太棒了 称赞他很有心意 而情敌那边他毫无防备地吃下那份餐室 结果被枪到了 食物卡在他的喉咙喘不上气 丹尼尔慌了急忙跑过去帮忙 他把情敌抱起来上下摇晃 猛的几下以后食物终于咳了出来 而丹尼尔因为用力过猛 把假发和面具晃掉 他伪装成保姆的秘密也被揭开 前妻对此很是生气带着孩子们走了 而他们之前约定的三个月之期也到 丹尼尔顺利找到了工作 而且有稳定的住所 他言辞恳切希望法官可以让他有机会陪伴孩子们 他真的不能失去他们 可前妻对他装成保姆欺骗他的是很介意 法官更是给了他重磅一击 说他这样的行为已经让他彻底失去了抚养权 前妻心情复杂却也没有再说什么 之后的日子他们继续过着平淡的日子 仿佛丹尼尔扮演的保姆从未过一样 直到他们不久后在电视上 看到丹尼尔保姆的样子在演节目 这一刻他们知道丹尼尔从未离开过 孩子们都希望丹尼尔可以回来 前妻很是感慨 于是他找到丹尼尔想跟他谈谈 他知道丹尼尔或许不是一个好丈夫 但他的确是个好爸爸 因此他让法院重新宣判 让丹尼尔可以每天都拥有和孩子们相处的时间 就这样他们似乎又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至于丹尼尔和前妻能不能再符合 就要看丹尼尔什么时候能变成一个好丈夫了